据八卦媒体报道,王一博将与国产运动品牌安踏签约代言,敲定在4月底官宣,爆料称安踏这次似乎直接将全线品牌都交由王一博代言,若真是的话,这将是王一博与耐克解约后首个代言。 按照爆料笃定的语气看,王一博的这个资源的可信度很高,之前因为新疆棉花事件王一博第一个和耐克解约,至今没有签约新的运动品牌,鉴于王一博同款这几个字的魔力,他的任何一举一动都会牵动潮流圈所有人的神经,所以被称为邪圈财神爷的王一博,下一站会去哪里呢? 虽然红星尔克在此之前也公开喊话王一博发出线上邀请,网上的讨论声也越来越大,红星尔克官博随即就发布了一条疑似代言人的动态,其中配图虽然是一个卡通的形象,但网友通过文字猜想,这位代言人应该是王一博,但从最近的消息来看,王一博应该是无意与之合作,对此也有网友表示,红星尔克终究是错付了, 王一博在运动品牌圈子里是妥妥的带货一哥,流量大,粉丝购买能力强,而且本身热爱运动,热爱滑板,热爱摩托车,没有负面,男观众不反感,简直是各大运动品牌最佳的男代言人 安踏尽管还没官宣,不过大家还是值得期待一下,毕竟王一博商务资源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,各大品牌伸出橄榄枝也不足为奇 安踏目前的代言人有,关小彤,陈飞宇,张继科,NBA那边,有还在养伤的克莱汤普森 而非了方面,安踏有蔡徐坤这位顶流明星代言,现在来看,安踏真的需要一位真正懂球鞋,热爱运动的顶流明星来代言 而王一博便是最好的选择,作为正能量偶像,王一博一直在清醒中努力前行 王一博用执着和努力,在梦想的路上砥砺前行,多重身份不足以定义他的人生 保持着那份青春纯真的初心和梦想,相信在不远的未来,他会让我们看到他的无限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